白衣男子紧张的在门口等待 一旁两名园警戴着手套 手心意义翻找袋子 原来他戴着一包物资要给朋友 却有毒品加藏在里头 纸条上写着要送到哪一间房间 请旅馆的人员帮忙转交 今年6月这名学姓男子的朋友确诊 住在新北一间防疫旅馆 而宝大的园警在他送来的塑胶袋里 除了找到衣物等等的日用品 还有一包0.65公克的海洛因跟吸食器 而第一时间他还狡辩 只是帮忙送东西根本不知道有毒品 说要拿东西给朋友却是想要偷偷运毒 以为能够于目混注过关 幸好第一时间警方及时拦下违禁品 其中检疫所都会有保安大队的 远检24小时轮班进驻 为了就是要处理突发状况 以及保障医护跟饭店人员的安全 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站在门口 做门禁管制等等的检查 看似工作轻松 但除此之外最常遇到的 大部分都是有关民众的问题 像是不愿意安置或是想要脱逃 有些也会对医护或饭店人员 语言暴力甚至动手动脚 疫情期间没有办法面对面探访 前犯头发奇想 把海洛因跟换洗的医物包一起 想要蒙魂过关 幸好毒品还没收上楼就被拦截 TVBS新闻参品宣家 有马来新闻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